娱乐圈的几位大叔级的人物 吴秀波 张嘉义等人火了之后呢 让人更加坚定这样一个观念 那就是年龄对于男人来说真的不是问题 而最近娱乐圈又火了一位大叔 就是张志玲 他主演了《冲上云霄2》之后呢 再度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借着这个热乎劲 他主演的电影《白虎》将在国庆党上映 张志玲如今的人气自不必说 但是国庆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他有信心吗 有没有信心啊 当然有信心 也希望每一部都要很有成绩 最近一部TVB的热播剧《冲上云霄2》 让年过不惑的张志玲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人气暴增 商业活动不断 更有消息称 起身价涨了不止一倍 而他这部《魔幻爱情片白虎》 是否能借着这股东风也取得好的票房呢 当你觉得你的人气 会不会把白虎的人气带给你来 让这些电影票还得好吗 我觉得我自己的幸运 当然也希望我自己的幸运 可以找 下来拿一车 尽管对自己的电影还是有好的预期 但跟白虎同档期上映的 有徐克的《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和刘青云 古天乐的《逃出生天三地》 面对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 已让张志玲不得不为了这部电影而卖力宣传 在女主角阿娇迟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 张志玲一会儿卖萌讲笑话 一会儿跟《灰烟红》唱歌跳舞 相当的卖力 我的心 伯伯 我的爱 伍远 月亮 爱 留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